哈喽,不好意思,口水太多了 现在才第二页,我就说到这么多 好,继续讲 把东西扫描到电脑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份手写的面谈记录 这个就跟我们以前说的一样 就是有个资料夹 把那个客户报税的资料床都放进里面 然后一份就是直接扫描到电脑上 然后再upload上去text layer 那个portal上面 另外一个就是实体的那个东西 就是方便如果因为ID 跟那个就是身份证加造 跟社会安全卡 我们基本上不会保留在我们手上 我们基本上就会把它扫描到电脑里面去 之后我们就会归还给那个报税者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把东西全部扫描到电脑 然后下部就会把客户的资料 把它放到那个text layer的portal上面 然后把东西扫描到电脑之后 我们就会放在text layer那个account里面 帮报税者创建一个报税的账号 基本上那个报税账号 基本上所有我们的义工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技能 帮客人开那个text layer的account 他们有他们要输入那个客人的资料 我们之后才能为那个客人 我们的报税者把他的东西放在text layer的portal上面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东西是没办法放上去的 一定要我们先要创建一个报税账号 无论那个面谈员他的资格是面谈员还是那个报税者 他们必须有这个技能就是帮客人开一个报税账号 他基本上怎么弄呢 就是第一步他需要有客人的那个社会安全卡号码 然后有那个号码输入进去之后 他就自动会问我们他的这个客人的婚姻状况是如何 如果他以前有来过这里报税的话 他们有记录就会马上pop up出来 我们就按yes基本上就会 我那个资料都是已经用去年的 我们只是看一下他的东西有没有改变就好 但是如果一般第一次来的人没有 之前没有来过毫不复中报税的话 这晚上你这样就输入他的社会安全卡 他一样问你的问题就是他是单身结婚还是怎样 这些情况他就是会问 问了之后你回答完之后你就 比如说他是单身没有结婚的 他就不会出现他配偶的名字要你输入 他只有你的名字需要输入 然后下一个画面当你选择好他是没有结婚 就是那种single的话 你就会下一个画面就是变成你要输入那个人的姓名 生日 神卡号 地址 电网号码 就是这些资料你要填下去 然后之后 他下一个画面他就会问你他有没有租房子 有没有改名字 另外他还会问你有没有健康保险 有没有报复权你的他是不是在你面前这个回答完之后 再按yes下一个他就问你有没有被抚养人或者抚养人 没有他就按no基本上就进入那个画面里面 那个画面里面是开始可以输入那个人的输入账号的 比如说他是W2的那张税表 你就按W2的那张税表那个select的那个button 基本上就可以开始帮他报那个W2的税表的名字 但是现在我们是要focus在那个text layer 那个portal上 所以我们首先要告诉你怎么去输入他的 资料之后 再要去那个名 因为在那个右上角就是有客人的名字 就是你就按客人名字旁边三角形按一下 他就下面就有一个叫做scan photo这个button 也就按一下就会可以上载他的画面 下面我会给你看一下图片的了 好基本上你进去主页面就是这个 如果他有W2的话填在这里 如果他是有interest或者是他是没有什么收入 如果他要放一块钱利息就是放这里 如果他是退休金就是放这里 如果他是那个失业金就放这里 NEC啊 1099 NEC Miscellaneous啊 Schedule C啊 1099 K啊 这些都是在看看他的税表是什么 我们就放在这里 基本上这些字呢 就是在那个 4012里边有教你怎么用这里的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focus在怎么找text layer 那个portal 就是在这个画面 这个人就是这里有个人的名字 last name first name 就在这里 如果他的有initial initial就不会在上面 他只有first name跟last name在这里 然后就按这个三角形 或是按这个名字 按一下去 他就下面就要给你选scan document 这个你就按下去 就要到这个画面 有时候他是同一变成这个画面 有时候他会开一个新的窗 窗口变成这个画面 有时候他分开另外一个楼览器 就是分开另外一个楼览器 你就可以在另外一个楼览器 你便去输入这个也是可以的 然后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最基本的 然后之后这按 左上找那个upload document 这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就会来到这个画面 drop file to upload 这样子 有时候你就可以在你的文件 直接把那个文件拉下去 绘丝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这样制作 你想比较珍贵一点 你就这里按一下 按一下你就开始选择 在哪个drive上面的哪个文件 这样子都可以找到那个文件去 upload上去 每个那个档案不能超过10个MB 10个MB 然后基本上我们能够接受的那个档案 就是PDF跟那个JPEG 就是那个图片的一个档案 你放了上去 如果它是 你放了上去之后 它自动会帮你去上载到这个portal上面 当它一直upload就是上载的时候 如果成功 它会拥有律师的勾 如果失败的 或者是不接受这个文件的 你要看看是什么原因 然后它可能有个 它会有一个红色的叉叉这样子的 无论你拉的文件里面它是什么 你只要按这个 最后按这个 save upload document 这个按钮 按一下就要下一个画面 这个就是你上载的东西 就会在下面file name这边出现 当然它这样的出现代表成功 如果没有出现代表失败 如果刚才在这个画面里看到 有些文件是打了红色的叉叉的话 代表在这个画面里 不会看到那个文件 你就想办法解决 到底它是什么问题 会变成叉叉 是文件不接受那样的文件 还是它那个文件太大 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 就再放上去 弄好之后 弄好之后 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然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画面 按角落的叉叉 回到你的那个text layer上面就可以了 通常我就保证它已经上载到那边 我就重新再按这个scan document 就是upload之后 我重新再按这个scan document 去保那个档案 还是这样子还是在里面 基本上Tesla portal就是这么只用的了 然后你弄完这个程序之后 你就可以回到这个主页面 然后按save and exit 然后把整个文件交到报税员手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具体的流程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过了这个流程 你觉得有时间或者是得到我们允许的话 你就可以下一步可以直接帮客人去做他的税表 好 Tesla portal基本上讲完了 上面这个就是补充一下 关于婚姻状况的问题 婚姻状况除了单身 单身就是指从未结构婚 离婚或者是上偶的第四年就可以 上偶的话 第一年上偶就是配偶死了 基本上第一年的话 就是比如说我2023年报2022年的时候 我先生死了 然后那个2022年的时候 就算你是2022年的时候上偶 但你在报2022年的时候 你还是报marry falling joy 就是也是报联合报税 但是第一年报的联合报税里面 就要在那个填写个人资料那边 你就会写对方是在什么年份死的 这个到时候如果你们要填写之后不明白 可以问我 然后填写好这个之后 当然那个上偶要报上偶的话 他一定要出现这个死亡症 没有死亡症的话 我们基本上不能确定到底他什么时候死的 而且要确定那个人的地区死了 然后配偶的死了第二年 我们就可以报vidow就是上偶来报 就是第一年报marry falling joy 第二年第三年跟第四年 就之后那几年就可以报上偶 报完这三年上偶之后 第五年开始你就可以去报single的了 所以要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死的才可以报 但是离婚的话 你去年离婚 你今年就可以马上报离婚的 就是报单身就可以了 然后之后或者是离婚 离婚也要看看离婚多久 那个离婚程序已经弄好了没有 基本上如果去年才离婚 很多东西还没有定下来的话 我们尽量不接这个case 如果他是离婚已经好一段日子 就看看离婚的多长时间 他一定要给我确实的时间 到底什么时候离婚的 这样子 上偶一样也是给我们年份 什么时候死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然后除了单身跟结婚联合报税 还有一种报税的方式叫做一家之主 可以报 什么叫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就是head of household 这个无论你是有结婚还是单身 这个也可以报head of household 比如说你的先生已经是那个 就是你跟他还没有离婚 就是好像最传统那种就是感情大呢 但是还保持婚姻关系这种的话 如果先生已经决定报marry filing separate 如果你是照顾小孩子那一方 你可以报head of household都可以的 但是你一定要是有照顾小孩子 有提供小孩子support的那个支持 财政身份支持的那个 你才可以报 报那个head of household 就是一家之主 那个身份用那种报税方式 另外如果你是没有小孩子 但是你是两夫妻分开报的话 就必须两个都要报marry filing separate 就是分开报税 然后一家之主如果结婚还是离婚 都可以报 都可以报 比如说哥哥他扶养他弟弟 姐姐扶养他弟弟 或者是哥哥扶养他妹妹 或者是小孩子扶养父母 这个也可以报head of household 因为通常head of household 通常都是单方面的 比如说没有结婚的 或者是离婚 离婚但是有人要他去照顾的 都可以报head of household 但是如果他是结婚的 两夫妻已经结婚 也是联合报税的 那个人就叫做被抚养人 他们的关系 报税的方式也是变成 marry filing joint 而不是head of household 顾名思义 head of household 就是一个主要的报税人 去抚养其他人 然后两夫妻不能说 先生抚养太太 还是太太抚养先生 来这样子报 不好意思 这样子不是很好说 只要你们有结婚 你们